快递一哥顺丰预告业绩降幅40% 好业洗牌是否到来 近期顺丰控股发布了2021年的业绩预告 报告显示 公司2021年第四季度 盈利24亿至26亿元 彭比增长39%至5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14.5亿至16亿元 彭比增长41%至56% 顺丰控股第四季度的光鲜 实际上来源于一场收购 2021年9月 顺丰控股完成家里物流联网有限公司 51.8%股权的收购 家里物流核心业务包括综合物流 国际货运代理及供应链解决方案 收购后 顺丰控股将家里物流纳入国际部板块 以此获得国际货贷 清官等方面的资源 公告显示 收购家里物流后 顺丰控股的供应链及国际业务营收在2021年10月 11月和12月分别为87.47亿元 96.11亿元和91.09亿元 同比增长779.1% 639.31%和534.77% 而收购之前 公司该业务营收均低于12亿元 快递公司收购物流企业 此前案例较少 相对类似的案例 为京东去年的一起操作 2021年9月 京东子公司京东智能产业发展集团 以9.16亿收购与赔国际持有的中国物流资产股份 交易完成后 京东将持有中国物流资产 37.02% 同样作为京东的子公司 京东物流此前和中国物流资产 存在多个半年交易 其中包括中国物流资产向京东物流出租物业 仓库 宿舍和餐厅等等 此次收购后 京东更加完善自己基础物流能力 对京东物流或带来积极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 在2022年中国顾客推荐指数 快递服务推荐度的排行榜中 京东物流已月居第一名 京东物流走的是与其他物流公司不同的直营体系 及自建仓库的重资产模式 使其能够全权把控配送的整个环节 对配送效率和配送员工都有很强的掌控 话题回到顺风控股 尽管公司第四季度通过收购光鲜了业绩 但问全年 公司还是显出疲态 根据一级预告 2021年顺风控股全年预计盈利42亿至44亿元 同比下降40%至43%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预计为17.8亿至19.3亿元 同比下降69%至71% 之所以发生大的波动 与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的巨区有很大关联 当年第一季度 顺风控股亏损了11.44亿元 虽然第二和第三季度分别盈利10.94亿元和25.43亿元 但相较2020年同期 依旧下滑79.54%和68.11% 对于全年的业绩变动 顺风控股在预告中做出了解释 包括为扩大市场份额而加大资源投入 定价较低的经济型快递产品增速较快 连续两年延续春节不打样政策等 所有的这些都对公司整体利润造成一定的压力 造成短期会存在阵痛期 业绩决定了一切 包括公司的决策资本运作 甚至还引发内部高层反思 2021年4月顺风控股的董事长王蔚 在股东大会上就一季度的业绩道歉 通过总结 王蔚认为公司在原来的数据化管理还不够 整个业务规划上还有空间 并直言 以后这种问题我认为不会再出现第二次 而对于未来 王蔚表示要在产品的盈利模式 本资源配套中形成一种规模效应 喊出我们要战斗 商场如战场 不战斗就失去机会 之后 顺风控股自2021年第二季度起 积极采取各项有效的经营举措及管理优化 逐际推进业绩提升 而且商场如战场 你不战斗 同行可能就敢超你 以中通快递为例 其2021年前三季度 营业利润总和为29.35亿元 棚比增长7.4% 净利润为29.92亿元 棚比降低1.04% 扣非后净利润为29.39亿元 棚不降低2.8% 到目前为止 快递好业的企业 大致可分为三个梯队 顺风当之无愧在第一梯队中 但中通和京东近年发展迅速 逐渐缩小与顺风的差距 第二梯队包括了原通和运达 深通和德邦位于第三梯队 值得注意的是 快递行业不止第一梯队在你之我赶 2021年10月 吉兔说过了百事 此前运达也参股德邦 同行间并扣不仅优化资源配置 还降低了内卷的概率 快递夜市内卷还是机会有存 时间会证明一切 好